回到國內來看澎湖縣 湖西鄉的大城北游泳池 九月二十五號 有兩名泳客在灌洗的時候 發現居然被人用手機偷拍 兩人受到驚嚇 是立刻向泳池管理員投訴 警方互報後 根據監視畫面調查出來 沒想到偷拍的色狼 居然是一名在海巡署服役的士兵 接日期拍下 偷拍男子在游泳池的更衣室外 尾隨女子 隨後趁機進入女更衣室內 偷拍當下 被女泳客發現後 倉皇逃離 九月二十五號晚上七點多 澎湖縣湖西鄉的大城北游泳池 發生女泳客在冠洗室被偷拍事件 警方獲報釣跡接生器 鎖定犯案男子騎乘的機車 確定偷拍狼是一名在澎湖海巡單位 服役的士兵 進入廁所這兩邊的通道 我們是有加裝建設器 所以我們才會根據那個時間點提供相關的那個影片 那耳後我們當然會加強中廠的巡視 而且尤其是領域間我們本來就有女性同仁 就是會去做那個清廠還有廁所整潔服務 那我們會增加這個頻率 警方巡線找到偷拍狼 確認男子身分就是海巡署士兵 而海巡署金馬彭分署也隨即發出新聞稿強調 涉嫌偷拍的蔡姓上兵是在休假期間犯案 除了會配合警方調查 該單位也組成調查小組實施調查 由於事發後第二天 蔡姓上兵就被派往台灣受訓 警方表示全案有待涉案的蔡姓男子返回澎湖後 才能進行征訓調查 記者林靜彤 澎湖報導